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财经TV 这里是财经早报 我是邓梅 今天是6月6号 星期二 现在是美东时间 早上10点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股市又崩盘 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 苹果Vision Pro的售价高于预期 分析师认为不利短期投资 TikTok母公司前高管表示 中共官员曾查看香港用户数据 花旗看好美光 列投资者首选 美股牛市昙花一现 是走向牛市有哪三道关卡 创科实业在遭做空 被指商业欺诈Home Depot 中国经济深陷泥潭 中国村镇银行条件存款利率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在周一 市场是小幅回调 标普白指数走出了从1940年以来 最长时间的一段熊市 之后 市场受到压制 今早盘前 三大股指期货 涨跌互线 在小幅上涨和下跌之间徘徊 美债收益率走低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从周一的3.691% 下降到了3.669% 油价扭转了周一欧派克会议之后的涨势 布伦特原油下跌1.9% 倒霉铜75.16美元 海外市场指数是涨跌互线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接近于持平 香港的恒生指数下滑0.2% 日本的日经225指数上涨0.9% 在周二 6月6号 中国大陆A股主要的股指集体下跌 尤其是午后加速下跌 上证指数失守3200点 创1月13号以来的最低的收盘点位 同时4580只股票下跌 上升的股票仅仅有600只 外资继续卖出 北向资金净卖出10.77亿 净流入10.14亿 来看今天的美股开盘指数 今天早上三大股指低开 标普外指数盘出下跌0.06% 倒指下跌0.05% 纳指下跌0.23% 来看个股情况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Adam Jonas 在周一表示 特斯拉必须进一步降低汽车的售价 来应对来自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 特斯拉周二收涨1.7% 新早盘前微跌0.17% 报217.25美元 苹果美股在盘前下跌0.44% 报178.79美元 昨天推出了首款M2头显 Fashion Pro 它的售价是3499美元 超出了市场预期 由于苹果新品转向自研芯片 周一拖累了半导体英特尔 英特尔的股价下跌超过4% 今天盘前英特尔的股价回涨0.47% 报30美元 在周一 苹果公司表示 正在和游戏开发公司Unity Software合作 开发新的Apple Vision Pro耳机 之后Unity Software的股价有了比较大的涨幅 盘前上涨2.78% 报37.33美元 另外一个个股消息是微软的 是软件开发平台叫做GitLab 最新公布的盈利超出了市场预期 它的股价在盘前跳涨28.62% 报45.53美元 美国炸鸡连锁店大力水手炸鸡 又叫做百搏鸡 英文叫做Puppies Louisiana Kitchen 它在周二6月6号 把熏黑鸡肉三明治 永久性的加入到了菜单中 在4年前 它的鸡肉三明治系列掀起了热潮 这次是之后的第一次新增新品 另外一个个股消息是 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起诉加密货币交易所BAN之后 这个交易所出现了短暂的资金外流 报道说BAN的客户 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提取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资产 BAN的价格在周一下跌超过8% 来看两个企业消息 苹果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推出了第一款头戴装置 叫做Vision Pro 但是售价不菲 高达3499美元 价格高出Meta的高端 增扩实镜头戴装置三倍还要多 预计明年会在苹果官网 和全美苹果零售店出售 之后也会在更多的国家上市 听风国际证券分析师 郭明奇周二在推文中表示 和改变人类生活的 ChideGPT相比 苹果的新品Vision Pro 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 展现出使用的必要性 出售的日期要等半年还要多 售价也是高于预期 十分不利于短期内的投资 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苹果 在新品发行前 能不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应用环境 华尔街其他的分析师也同样看衰 有分析指出 苹果的Vision Pro和价值1100美元的 MetaQuest Pro等等 同类的头戴式的装置相比 售价过高 不具备流入市场的竞争力 再来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最新的报道 这个报道证实了 字节跳动窃取客户信息 短视频平台TikTok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它的前高管 英韬于5月初在起诉不当解雇案的法律文书中指控 说中共党委成员曾经在2018年查阅TikTok香港用户数据 查阅的人群涉及到香港的民权活动家和不满中共暴政的抗议人士 查阅的内容涉及到他们的网络资讯 SIM卡识别信息 IP地址在内的数据 以及他们在TikTok平台的交流资讯等 同时还对那些在TikTok的平台上 传抗议内容的使用者进行识别 监控甚至是定位 字节跳动的党委会成员 拥有超级用户的资格 字节跳动搜集到的一切的用户数据 党委成员都有权限去查阅 同时还拥有一个监视美国用户数据的后门渠道 在三年前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撤出香港 半导体制造商美光是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简称DREM市场的领头的厂商 在周一6月5号 花旗分析师重申了对美光股票的买进的评级 目标价是75美元 花旗分析师预期 美国政府现在可能更倾向提供芯片法案资金给美光 在周一 美光的股价小跌2.02% 收爆67.77美元 今年到现在为止 美光的股价已经上涨将近36% 同期追踪ICE半导体指数的iShares半导体ETF 它的涨幅也是将近37% 美中关系紧张 在上个月 中共当局宣布禁止进口美光部分的产品 对此 丹尼利分析师 他说 中国对美光的禁令 反而会让美光能从美国的芯片法案获得更多的资金 美光的股价在盘前上涨0.19% 爆67.9美元 来看华尔街分析师的一份报道 说美股走向牛市有三道关卡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三道 标普500指数在周一的上午 一度触及了9个月来的最高的水平 进入到技术上的牛市水平 但是之后回落 收盘下跌 那么牛市到底会不会来呢 华尔街的知名分析师Tom Lee 他认为 只要通过三道关卡 标普500就会有机会大涨20%以上 首先是如果通货膨胀的压力缓解 美联储就有望暂停 或者是延后升息 可能会推升股市 第二个因素就是受益于人工智能AI的热潮 从长远看 工作效率的提升会抑制心思的上涨 因此利益推测 美联储不会收紧金融环境 来对抗科技股的反弹 这就意味着整体市场 尤其是科技股仍然有上行的空间 第三个因素就是市场的广度正在增加 标普500指数中 上涨的类股比例是显著增加 11个板块中有8个板块的股价 高于过往20天的均险 例说 如果美联储停止加息 标普500指数会在2023年上涨24% 重新测试4800年的新高 不过呢 4月份的CPI 似乎让美联储感到通胀的顽固 所以有很高的加息的升浪 而AI的广泛使用 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这会和美联储的提高就业率的目标 可能就正好相反 来看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 香港媒体报道说 近日沽空机构 J. Hoffler Fert Research再发报告说 指控创科实业 涉嫌大规模欺诈美国居家装饰和建材零售商 Home Depot长达4年之久 报告说 创科的最大的客户是Home Depot 但是创科却把原本只允许在Home Depot独家出售的商品 贴上了出厂瑕疵的标签 以省略中间商的方式 在自己公司卖场直接销售来获利 这部分所谓的瑕疵品的数量庞大到有6万之多 数据显示 创科获得的利润的毛利率高达60% 涉及的金额高达几亿美元 如果停止这种欺诈手段的话 创科的营业额就会骤减超过30% 在此前2月 J. Hoffler Fert Research的曾经发布报告说 质疑创科夸大了它的利润 在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上市企业中 创科是唯一一家连续10年 每半年的毛利率都在攀升的公司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随后 创科发现发布了11页的公告 反驳这个指控 受到上序质疑消息的影响 创科港股的股价在周二跌过7% 全日收跌4.73% 报70.45港元 再来关注中国经济第一财经 周二6月6号的一份报道 说当前中国的经济是深陷泥潭 中小型的银行下调了存款利率的浪潮 这个浪潮已经蔓延到了村镇银行 吉尼、南蒙古、山东、四川等多省的村镇银行 陆续宣布从本月开始 调降部分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 降幅在0.05%到0.3%之间 报道说 从4月开始 河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中小型银行 扣动了降息的第一强 5月初 浙商银行、恒丰银行等等再次调降 至今已经是第三轮调降定存利率 业内人稀分析说 这次调降行为属于前一轮调降的跟进 也可能是调高存款利率后的自然回落 但是归根结底在于 中小银行企图靠存贷利差赚钱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中国整体的经济环境正深陷泥潭 中小型银行为了存活 不得不降低存款利率 业界人士更分析说 中国的中小银行及村镇银行 在未来的下调空间 恐怕还会进一步的加深 观众朋友 标普500指数周一上午 是一度触及了9个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进入到技术上的牛市水准 但是之后回落 收盘下跌 那么这是熊市的反弹 还是进入牛市呢 前摩根士丹利资深投资副总裁Michael James MacDonald 他认为当前美股反弹的创纪录的持续时间已经显示 这已经不再是熊市反弹 而是一个迷你牛市 熊市虽然没有确切的定义 但是通常被定义为是比前一波的历史高点下跌超过20% 下跌的浪潮被反弹隔开 这就被称之为是熊市反弹 那如果说反弹的幅度太大 持续的时间太长 这种规模的反弹 通常就会被视作是新一轮的牛市 麦当劳认为 上个周美股已经是超过当前反弹的时间限制了 按照定义 去年以来持续9个月的年的熊市已经是结束了 但是这一轮的牛市呢 是一个迷你牛市 很可能会持续一年 股价会重回之前 标普500指数4800点的高点 那么对此观众朋友您是怎么看呢 欢迎您留言分享您的观点 我们在今天下午点半的直播节目中 也会对观众朋友们的留言和大家分享并回复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报 欢迎您点赞订阅和分享 希望之声财经TV为您提供全球真实快速的市场资讯 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邓梅 我们下午5点半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